好的朋友 说到生蚝的不会做 做出来的生蚝又干又比 咱们今天给大家教一下精确的做法 首先这个生蚝 捕面朝下 平面朝上 来放好之后 一碗冷水下锅 开上锅干 开火开始蒸就可以了 水开之后咱几个石 三分钟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三分钟到了 咱们关火开锅 这样开出来的生蚝呀 又肥又嫩的 我给大家表演一口一口吗 还有过瘾吗 这个夏天生蚝怎么吃过一样 我的建议是不如烧烤 约上三五蚝油 开瓶小酒 吃个生蚝 新鲜的酸绒配上鲜嫩的蚝肉 您尝尝吧 老人小孩都爱吃 今天打的小的一个价 确定不来上一分吗 你永远买不到手里这么肥的生蚝 这很多朋友都上过道 有这种物品是贵的 所以说带小鹿家呢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捞上来 几万斤 所以说给大家是精高气息 不但你就是 大的小的一个下 人家重新的路面就不一样 而就是有一只不是这么肥 我们也是给他做的 大家看 真的这样 我就想让咱们哥哥姐说 如果带你家 你买个小鱼小伙子挺好 买个东西放心 这有朋友说 说我这个套路太深了 说大小一个价 那肯定是打的 底边都是小的 我朋友们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不买没有关系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咱们家这个生蚝肉 是荧多大 给你发多大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 是我们家四两个半斤的 荧五斤 全部都是这么大的 而且呢 就是说 有一只的不是这么肥 我们也是给他做别人的 真的 因为大家都是看到 这么肥的生蚝才买的嘛 那如果说 收到货以后不一样 说实话 哪有那么多人 那我能不能咬你吧 对不对 大家放心就可以了 我那不用了 给咱们家里孩子尝尝先 真的是这么肥的生蚝 一口下子在嘴里 真的是像豆腐一样滑 像果冻一样滑 这就是我们三种的薪水肠 难吃了 就这么大的生蚝啊 很多地方都要十五一只 而我们这里呢 这么大的精方细菌 跟小一个价 因为我们村里呢 就每天都要捞几百万斤 就卖不出去也就冻了 而且呢 就是有一只不是这么肥 我们都是给大家负责任的 没有吃过的朋友 快给咱们家里孩子尝尝吧 来年了 真的是非常过瘾了 像这么大的生蚝 很多朋友都觉得吃不起 我们这里呢 每天都要捞几十万斤 所以大的跟小的一个钱 不是这么肥 哪怕一只也赔 没吃过的朋友 快给咱们家里人 过过一半 帮我摸着家 很多朋友在网上买生蚝 不是买不起 就怕买到了 跟收到货比一样 在咱家看都是什么样 收到货吧 就什么样 就这样肥的生蚝 配点 小站六啊 这也太肥了啊 又鲜又嫩 给你们发过的生蚝 都是鲜活的 收到货吧也是活的 再来个上一吃 个顶个的嘴啊 正在直播中 来吧 哇 太肥太肥了 配点三个小炸料 老板 你要这么肥的生蚝呀 怎么卖的呀 嗯 给你八斤八斤 亏我是你家的讽刺哟 还给你点点五星加关注的 真的假的哥 当然是真的 那照肥的生蚝 给你十斤啊 太肥太肥了 太过瘾了 配点三个小炸料 小妹妹 看评论说呀 永远买不到你手上的生蚝 真的假的 你可你没在咱俩买过哥 你在咱看到是什么呀 收到货就是什么呀 嗯 我来现场给你检测一下 就这样的肥肚啊 怎么卖的呀 点我头像 正在直播中啊 又到吃肥好的季节了 来就这样肥肚 这就给你们发过了一个生蚝 一斤撑三只的啊 你在三只播间看到是什么样的 收到后发就是什么品质 每一只的话都是给你们精挑细选的 一个精品生蚝给你们发抖的啊 这样一口大肉啊 太肥了 再来上一炸 胖肥的生蚝想吃吗 马上直播啊 来吧 大海螺 看一下肥不肥 这个季的海螺真的好肥啊 看一下这个黄 哇 完美啊 我们看一下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啊 把它肥叶摘掉 苦胆 几个干啊 剩下的都是精华 哇 哇 这也太肥太肥了 就胀肥的生蚝 小妹小妹 这也太过瘾了 你拿这个生蚝呀 怎么卖的呀 给你来三斤 都是你家的粉色哟 那给你多来一斤四斤啊 可是你家的回头客了 整两个 真的呢 那赵一箱五斤啊 还给你包油 正在直播当中啊